今天又是华盛顿的周五 中国的周六了 所以又到了可以和朋友们聊聊天的时候了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呢 也都是老朋友了 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 小夏博士 谢谢 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科技研究员 韩连潮 连潮博士 欢迎两位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尝试这样的聊天的形式 我们上周等于尝试了第一次 又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反馈 其中有一位这个热心的观众 也热心的网友 就是我爸 对我提出了这个严厉的批评 就是说你们好端端的这个一个聊天节目 为什么你的语速这么快 带动两位嘉宾的语速都加快 三个人像吵架一样 就不能放慢语速慢慢聊吗 所以这次为了听从我这个爸爸的意见 就是特意请了韩连潮博士来 就是为了降低我们的语速 我承认我这个这是我的问题 说话一贯比较快 不过呢 我要辩护一下就是 我们做广播出身的不快的话 你念不完的稿子 争分夺妙 其实这个我也想 就是跟我爸说 这不是我们语速快 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你现在不抓紧说 有些话你可能就不能说了 比如说24天前 麦克尔弗林还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24天之后他就不是了 比如说你现在打开电视机 你可能看到这个凯连康维 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川普总统依然非常信任麦克尔弗林 几个小时之后弗林就辞职了 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白宫发言人斯派塞 在新闻简报会上就说麦克尔弗林 他不是触犯了法律 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总统的信任 但是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川普总统在和这个以色列总理 塔尼亚胡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弗林是一个great guy 是个很好的人 他就是被这个媒体和情报机构 非常不公正的对待 所以听上去好像 他也没有要指责弗林的意思 也没有对弗林失去信任 所以弗林这个职 为什么非辞不可 这个问题我得先问小夏 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呢 咱们俩聊起来这个事 这个事刚刚被爆出来的时候 当时你就说 弗林的这个职位可能是保不住了 你怎么掐指一算算出来 这还是很重要的理由 因为不是因为弗林 是副总统 弗林对副总统说 他没有跟俄国人说过这个话 那么副总统出来就是公开 说了两次为他辩护 说没有这个事情 结果有了以后呢 这个信任就失去了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副总统的信誉 那么弗林这么做呢 等于影响了副总统的信誉 但是话又说回来 因为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 听到倒是什么录音 那很可能这个弗林现在说 他可能记不得 这个记不得的对话 我们现在揭出来是这样的 就是说俄国大使说 我们那个奥巴马给我们这个 制裁怎么样 弗林说咱们就甭说的事 或者是英文就说 Don't worry about it 不要担忧这个事 那么不要担忧这个事 在英文听起来呢 可能是说 这事呢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会给你们搬回来 或者也可能说 现在咱们不谈吧 这个话是很难说的 所以他真的有可能记不得了 这个我觉得呢 其实他在 就是他29号跟俄国大使打电话的 然后呢到了1月份以后 这个联盟电话局大概是在 实际上在1月22号 那这个华尔街邮报 就首先披露这个东西 而且把很多的 他们的消息来源啊 都说成是这个 就是说不知道的 这个不愿意透露 不愿意披露的消息来源 不愿意披露消息来源 然后呢到24号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他们就 联盟电话局就开始 对他进行调查 跟他谈了话 谈了话呢 他在谈话中间呢 再次否认 他没有谈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制裁的问题 俄国对俄国进行制裁的问题 那么之后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 就是这个所谓的司法部长 代理部长 就像白宫的这个法律部门讲了 这个代理部长是奥巴马任命的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就是他好像我觉得里头啊 是一个圈套 一个一套一套套过来的 想把它套住 当这个地方呢 弗林自己是有问题的 就是他在给这个副总统 做报告的时候呢 没有整个的全面的 把自己谈了什么话的内容 告诉这个副总统 然后呢 整个白宫在这个信息 资讯方面是不统一的 这个中间好多好多神秘的事情 那比如说弗林原来 当过情报部门的时候 他应该很清楚这些事 你怎么不知道 你跟俄国大使的通话会被录音 对对对 那么录完了之后呢 这个录音呢 只有最机密最高层 他们搬着直头数 一个两个手能数过来 这么多人 就是最高层的人才能知道 又是谁透出来的 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 跟其他的报纸加起来说 有九个来源 这九个来源是谁 那就是说华盛顿邮报自己是说 它是这个四五个来源 那这么多来源也就是在两个手能数过来的人中间 起码有一个手的人在泄露信息 这些人是谁 是的 所以按照两位的这个解释 这个事件本身现在还有很多的谜团未解开 所以我现在觉得在美国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当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这个如果早上看CNN 你下午再看这些 听这些保守派的电台 广播电台的节目 你就会特别容易得精神分裂 为什么呢 你会觉得说 这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就好像听起来是同一件事 但是这个解释的角度怎么这么不一样 比如说就说迈克尔弗林的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是听下午的 比如说这个Rush Limbo的这个广播节目 他们基本上跟总统是这个口径一致的 他们就是认为说 像总统说的迈克尔弗林呢 就是被这个媒体和情报机构的人 是不公正的对待 是情报机构有意的泄密给媒体 他们就是刻意的要把总统塑造成这样的一个 跟俄罗斯之间有扯不清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公众形象 那么目的就是削弱总统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比如说以CNN为代表的这种 比较主流的媒体或者是情报机构 他们的说法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不要关心情报来源是什么 你要关心的是这个消息本身 这个消息本身揭示出了 总统的高级国家的情报顾问 跟俄罗斯大使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甚至好像说消息来源也说 这个川普总统身边的一些助手 在竞选期间 就是他们用的constant 持续的跟俄罗斯的一些情报人员 或者是官员有这样的接触 他说这才是大毒瘤 这才是你需要关注的重点 两位怎么看 这个我首先觉得 即使这个竞选团队的人员 跟俄国来沟通 这个并不是犯罪 这是合法的 至于谈什么问题 什么要授权来谈这些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作为傅林来讲 他马上要接手 这个下一任的这个政府的 这些一个事务工作 安全事务 那么他有责任去跟他的对手去沟通 去了解对方对这个现行的这个政策 就是现任的总统的这个政策 有什么看法 他们可以什么想什么办法来 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思路来 这个新的总统的主张来施政 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古老的 这个200多年前的这个法案 叫做这个Logan 就是罗根法案 罗根法案其实呢 就是说你私人平民 不得代表美国政府 去跟另外一个国家去谈判 哪怕是和谈 要达成实现和平的这个谈判 也是犯罪 这个实际上是呢 很早的时候啊 在1799年的时候呢 那这个亚当斯的 所谓的联邦党人 和这个民主共和党的 这个基督党派啊 他的这个矛盾 其实呢 当初的一个这个 叫做公议会的这个 那个就是贵阁派的 一个立法议员吧 他就是自己呢 制作主张去跟这个法国 来进行沟通 想实现和平 那么这个亚当斯的 这个联邦党人 就看不上眼了 最后呢 第五届国会呢 是通过了一个法令 那法令呢 本身就是说 你一个平民 你不能代表政府去沟通 沟通的话 你犯罪要罚款 要监禁 那么但是呢 美国这个法律 你不能有那个追溯力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 这个叫 他叫名字叫George Logan 就是罗根 乔治罗根 他呢 也没有被起诉 那后来呢 1803年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农民被起诉 也没有 后来也不了了之 就这个法律 200多年来 从来没有使用过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 你违反了 说这个福林 违反了这个法律 他并不是一个私人 他不是一个平民 他是以一个 未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总统身边最亲近的 国家安全顾问 所以这里头呢 你要把它就是愣说 是一届平民去做呢 这里是有问题的 因为每一届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上台之前 他都会做很多 类似的沟通 因为这是一个交接的过程 那么现在很重要的 其实一个点就是 美国的情报机构 似乎跟总统杠上了 这个杠上吧 有一点点历史 就是那个川普 在竞选期间 就已经说了 他要华盛顿排干这个沼泽地 太腐败了 那么其中要被排干的之一呢 就是哪呢 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 美国几十个情报机构 互相之间不通气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你知道 这动了谁的奶酪 这一动谁的奶酪呢 恐怕就有很多人要出 那个 有很多妖娥子要出来 这么说吧 美国情报机构 就是说美国的各种这样 机构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都 中国人最熟悉 就是CIA 就是中情局 和联邦调查局 那么一般来说 传统上 联邦调查局 是比较右一点的 因为联邦调查局 是胡佛 我们当时知道 胡佛局长很有名的 肯尼迪总统上来 胡佛天天调查他 跟他很过不去 所以肯尼迪有大量的档案 有大量的短处 包括他的私人性生活 短处被抓在 胡佛局长手里 但是呢 中情局吧 一向是比较左的 因为中情局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的前身OSS 那是耶鲁的一帮人 就相当理想主义的一帮人 开始就设立起来的 那么后来到二战 是中情局 中情局一般来说呢 他们这个整个倾向啊 是大家都说 中情局恐怕90%是民主党 所以这样你砍呢 动了谁的奶酪 一般来说就是 我们也都知道 FBI的奶酪是动不太着的 恐怕要动呢 会动中情局的奶酪 还有其他像NSA 就这回更重要是 负责监听的部门 国家安全局 NSA 它的奶酪恐怕也会被动 而且它的奶酪是这个 民主党期间 当时是就是 小布什的时候啊 搞这个监听法案的时候 我们记得 2001年了很早 就已经很大很大干戈说 对美国公民能不能监听 那么现在这个监听 实际上也是对 弗林是美国公民 那么这个中间 他不是监听的是弗林 他监听的是 俄罗斯大使的电话 但是问题监听完以后 你这个情报你怎么用 你拿出来之后 你怎么用 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无论是从法理上来讲 还是从道理上来讲 就是如果你一个 这个情报机构 你掌握到了这样的信息 比如说你发现 弗林跟俄罗斯大使 有了这样的一种 就是至少让人 会打一个问号的 这样的通话 你有没有权利 把这样的信息告知媒体 当然不行 那是违法的 这个是要追究的 实际上在奥巴马最后一天 在白宫的最后一天 他们实际上召开了一个会议 包括我们说的 那个代理的司法部长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情报部门的官员 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录音 向川普的这个团队 通报一下 就他们一直决定不通报 不通报呢 然后就一直 就这些事情 慢慢慢慢累积起来 到最后 我想首先可能是 这个美国联邦大局的 这个局长 说还是不要报告的好 因为我们正在 还在调查过程中间 所以把这些东西 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爆发 我想讲的就是说 现在首先 他们把这个信息透露出来 这是一 这是完全是违法的 第二点就是说 他没有把他的整个的 这个内容透露出来 你不知道里头 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那么既不管他怎么讲的 或者讲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他的工作 他唯一做的不对的就是 没有向副总统 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 完完整整的 全部的向他这个通报 那么引起他在公众的 这个情况下 向公众说明的情况下 把他调在那个地方了 让他来 失去信誉 失去信誉 他自己讲的一个理由 他自己讲 这是他主要理由 其他的打电话不是理由 而是这个 没有跟副总统 如实汇报所有情况 这是让他辞职的理由 对 但是我觉得 另外一方面来 就是很多 很多这个民主党也好 这个共和党建制派也好 都利用这个东西 在做文章 就是要把它搞下去 让他呢 受到一个挫折 让整个川普的这个团队 这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 在整个的蜜月期间 他这个你看他实上是 川普总统似乎没有蜜月期 没有蜜月 各方面他都没有蜜月期 对 我觉得他在这个蜜月期里头 他实上是雷利风行 这个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呢 当然这些事情 很多政见不一样的人呢 这几个民主党 尤其是民主党 他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 总是想办法 想利用这样的 下一半子 对 下一半子 对 对 我们说服倒了酱油 倒了酱油瓶 倒了油瓶不服 在底下下一半子 这种事 因为他和这个 班农 他们两个是左右绑 没错 先砍掉这个左绑 对不对 再来自这个右绑 那是迟早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我觉得一方面 弗林自己有过错 但是主要的还是 因为这个情报部 能有意地泄露 这些前奥巴马政府官员 有意地泄露 这些应该保密的 这些信息 然后呢 逐渐地设这个圈套 把这个福林套进去了 这可能也是川普总统 为什么大为光火 直接就派人 要开始对美国的情报机构 进行这种审查 和这个监督的事 现在真正的问题会在哪里 现在司法部长 新的赛森斯上任了 这个不太好惹的 这个人 他上任之后 他有可能组织大陪审团 这样所有掌握这个情报 人逐个叫去作证 那么把谁泄露的给抓出来 我们都知道 布什政府的时候 曾经我们知道 那个斯古德利比 就利比那个 曾经是为这个判了两年刑的 当时是泄露了一个 中情局的情报官员 情报人员的身份 所以这个时候 这种泄密是非常厉害的 泄密一定是要坐牢的 要贪关系 好的 那么这一季端 我们先聊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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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